PS5入门4K显示器怎么选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比如这位同学说的 2K180和4K60犹豫几天了 因为是小白不知道哪种体验好 因为刚毕业没有办法承担失措成本 请我推荐两三款2000以内的 用不了2000 1500都用不了 而且还都是大牌子的 首先咱们先定个位 4K60Hz的屏幕 可以满足绝大多数PS5的游戏 既然是入门级的 咱们就选随大这儿的配置 用不到或者不好用的功能 尽量去掉节约成本 那么下面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先搜索显示器 第一个分辨率选3840x2160 这就是4K 屏幕刷新率选择60 屏幕比例选16比9 屏幕尺寸选27英寸 面板选IPS 把所有带IPS的都给它勾上 现在还剩900多件商品 接下来我们要去掉一些 没有必要的东西 首先我认为第一个要被去掉的功能 就是HDR 不管是HDR10还是HDR400 咱并不是说HDR不好 是因为这个价位的显示器 第二个我认为要去掉的功能 就是音箱 我刚才找了一圈 现在这个显示器几乎都不带音箱了 还是因为这个价位 它的音箱也就是形同虚设的 第三那就是颜值 颜值这个东西 对于这个价位的显示器来说 我觉得可以忽略 像这种显示器 炒能炒到哪去 显示器毕竟是得有几十年的工业设计了 最后一个我认为可以去掉的功能 那就是Type-C口 如果你没有笔记本 是完全用不到这个Type-C接口反向充电的 去掉它多少还能省得及吧 下面这几条各位要注意 这几条直接决定光感 第一个就是sRGB最好是100% 如果没有100% 99%也可以 最好不要低于98% 然后还有一个是色准 一定要小于2 越小它色准越准确 还有就是色深最好是10比特 就是这个10.7亿色 即便是用8比特抖的10比特也可以 至于说品牌 各位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就行了 如果是我 我会选那些做显示器比较老的品牌 那我简单的推荐几个 首先第一款就是这个1299的 RG的27UR550 这款主要就是便宜 4K HDR10 SRGB 98% 也就是说这款属于高性价比一款 它守住了最低的底线 第二款AOC U2790PQU 现在价格是1439 10.7亿色也就是10比特 99%的SRGB 这我是随便找的 他们家应该还有新款 你们可以根据我这个方法来筛选 然后是第三款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1399RG的27UP600 27英寸IPS4K HDR400 P3广色域是95% 以上说的这几个屏我都没用过 但是我用过类似的 我之前在选显示器的时候也很纠结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好 以上内容请供参考 我们下次见